各位好 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疏忽 前几年 在Minnieapolis的城里面 一座主要干道的跨越 Mississippi河的桥梁 在下班交通最繁忙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垮掉 八线的车子通通落到水泥 至少有五个人死亡 十几个人失踪 七十多人受伤 这个桥才建了四十年 为什么这样的铁桥会突然的垮掉 而且那一年 才刚刚做了桥梁的分析 根据专家的意见 造势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桥梁维护工作做得不好 今年累月的腐湿 造成很多结合点 变成脆弱 无法承受重力 最终滑掉 现在在美国 有超过七万座桥梁 都已经被定为不及格的连线 虽然每年都有定期的检查跟维修 但政府的经费 远远不足 好些需要更换的桥梁 都在得过且过的状态中 这一次的事件 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脚而已 这好比汽车 不定期更换机油 等到引擎烧坏 那只有报废了 同样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 我们属灵的生命 也是需要常常的维顾检查 看看有没有今年累月 受到腐湿的小罪 好比说 说谎 夸大 放纵私欲 任意发怒 等等这些 看起来不严重的罪 但在我们的理念 是天天腐湿我们的灵性 使我们变得脆弱不堪 没有能力为主而活 更谈不上什么 胜过鼠灵的征战 所谓定期的维修 就是每天的灵修 如今祷告 省察自己的行为 顺从圣灵的引导 思考属灵的事情 并且为神的国 献上祷告 不但如此 我们还应当参加灵修的聚会 退休会 或者特别聚会 来更新我们对神的尾声 克巴诺 是一位我受人欢迎 年轻的西班牙斗牛士 1985年的一次斗牛的表演中 他多次散过那种蛮牛的公子 并且在牛背上插满了标词 当他巧妙地用散散的钢刀 准备刺出最后的一指 直向蓝牛的要害 群众都站起来鼓掌 在蓝牛倒地之后 他面向观众行礼 接受大家的恭维 很庆贺 但没想到 那一只蛮牛 居然能够一跃而起 冲向克巴诺 结果牛角刺穿他的心脏 当场逼命 一时的疏忽 可以导致永远的悔恨 在人生当中 这样的事 屡见不醒 肉体的损失 最多不过是死亡 但是灵魂的损失 却无法计算 我们不要延误 而不去彻底的对付罪 不然我们付出来的代价 恐怕 难以 不少 愿神提心的帮助 谢谢